大家好,我是沖先生,欢迎收看沖先生的频道 我想看过我频道的人应该对穆sir这个名字绝对不陌生 继之前穆sir加刀和穆sir又嫁到之后 今集的穆sir再嫁到继续和大家谈谈历史 除了补充一些正确的资讯之外 也让你知道如何回应一些尖锐的问题 这集的节目录影是在2021年7月2日 如果讯息上有任何的误測,请大家多多包涵 今集横跨的内容包括中共建党八年的历史 当年建党和一大开会的情况 五一劳动节的意义 且在建党日的日期由来和曲释的日期 当年国共之间的相处和关系上的转变 还会说到中共当年犯过的错误等等 事先声明一下,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之余 与你意见不一样的话,都欢迎留言表达 但请你注意言辞,面积不雅 今天开始之前也提提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仔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可以去回我的网站 冲stop call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 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支持我 不阻挡大家太久了,去片 喂? 咦? 好紧张啊,你知不知道我经常和你做直播都… 是的,没这么说,没有这么说 Hello 中产 你始终是因为老师的时候 我就觉得平时我都可以抛书包 但是现在书包抛不得远 分分钟就背着算数了 有什么事走都走得快点 今天带了几个题目上来 橫跨一下共产党的历史 以我所知好像不是在七一诞生的 因为是七月二十几日的追索 亦都有这一百年面对的重大考验 亦都有少少观众的问题 后来也会说到这个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可以长一点 那就交给你了 好,其实我开始第一个日子 提議阿聪先生是七月二十三日的 七月二十三日 是的,就是因为刚才阿聪先生提到 其实这个月既是建党一百周年 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们中国内地官方的文宣 其实都是说两个一百年 这两个一百年我自己也有点感慨 就是其实我们这一代很有机会 真的可以见证到这两个一百年 第一个就是建党一百年 就是由1921年到2021年 另一个就是建国一百年 1949 去到2049 其实香港我们无论是中国历史科 还是小学常识科 其实很少是专门去讲我们自己的执政党 我想这个都可能和以往香港作为殖民地有关 因为大家知道殖民地的时期 我们所谓叫政治不入校园 我其实很反感这句话 是什么叫政治呢? 其实认识自己的国家 认识自己的国家的执政党 这个是不是一个政治呢? 就是如果你连自己国家的体制 连国家的发展 你都不了解的话 那你又怎样会爱国呢? 就是其实 现在教育局就推出这个国安教育 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国安教育 是不同方面都有的 其实老师首先就应该第一样 要认识 如果你都不认识 你怎样教下一代认识 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开心 借助充残歌的平台 我自己的平台 其实我都讲很多关于建党100年的东西 我首先就想讲一下七一 除了是香港回归之外 还是中共建党的周年 但是其实最早的记载 我们讲七一建党 其实是源自于应该讲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是1921年 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太多去记这件事 因为可能是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 和情况 如果大家知道一带 其实不是开得顺利的 聪神是否考考你一带在哪里开 以我所知就是在上海的 开开一下又有些阻撓 最后是在船上开 我的认知是这样 是 没错 其实上海的一带会址 就是在今天的上海新天地 其中一个位置 是石库门的建筑 上海的一个比较传统的建筑 但是真的开开一下 就因为当时国民党收到线报 就知道共产党在这儿开会 于是就来掃党 其实掃党就不是一来就掃党的 他是找一个人 假扮摸错门钉 冲了进来 发觉不好意思 走错了 这样 接着出去 接着当时开一带的那些党员 就知道 应该是这个地点暴露了 所以就立刻转移 去到这个嘉庆的红船上面 就是这个南湖红船 所以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事件 而最早呢 其实在我们说 关于这个一带有记载 就是出自于当时一带里面的参与者 其中一个就是陈公博 他写了一篇叫做《十日旅行中的春生浦》 那篇文章呢 其实就说他是由广州去上海的 而他去的时间呢 就说在广州是7月14号出发 但是你知道那个时代交通不是那么方便的 那搭船上去呢 其实都是要几天的时间 因为他当时没有写真正是什么时候开会 但是呢 大家推测一定是7月14号过了几天 起码是7月后期的事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关于一带记载 那之后呢 没多久呢 大家知道因为一带就1921年开了 但是其实1929年呢 就已经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 所以在那个时间呢 其实整个社会气氛就开始很紧张 整个关于一带的这个记载呢 其实就好像散失了很多 因为大家都没有专门去记载这件事 因为你想想 当你去承认一个组织 因为我很相信当时开会的人物当中呢 他没有想过这个政党 将会是可以影响到中国 未来近100年的一个 那么重要的一个政党 是不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都 只有五十几个党员 是不是 所以呢 那时候就没有这个记载 那接着去到什么时候呢 去到后期呢 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呢 他很懂得去用一些主要的重要的日期呢 去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和动员的一个载体 一开始共产党 其实他并没有武装革命的 就是其实他的武装革命 就是去到后期的八日建军节 就是这个周恩来搞的这个起义的时候 才开始有第一次的武装起义 但是其实前期主要都是一些宣传活动 一开始是宣扬这个五一 五一劳动节 其实这个劳动节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节日 就是我们今天就只是当是一个普通的节日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宣扬勞工呢 因为大家知道共产党是如果在苏联的时期 它主要的对象就是工人 但是来到中国才开始叫做工农 就是工人加农民 去到由五一开始作为一个宣传 去到一九三零年 就开始有一些去纪念 就是南昌起义 周恩来八一的起义的一些活动 开始着重这个日期 但是呢 这件事件呢 其实主要的出现呢 都是源自于去到三三年时期 当时中共是在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为了去调动这些当时叫做蘇区 解放区的民众 去保卫这个根据地 然后将这个八一大肆宣扬 这个也都成为当时叫做 中国功龙雄军成立纪念日 也就是我们现在叫做建军节 因为功龙雄军后期就取消了这个番号 后来就改了名 所以其实当时就开始突显 诞辰的重要性 就是这个日子的重要性 开始纪念这个党自己的一些日子 不只是纪念一些与党相关的日子 比如五一那些 所以其实是去到一九三六年的时间 中国共产党和在这个 共产国际的代表的一个会议当中 才去讨论究竟那个诞辰是什么时候 所以去到三八年五月 那时候毛泽东主席就 在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报告 那个报告后来就是 很出名的就是《论辞九战》 那个报告里面就确立了 是用七一作为这个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纪念日 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未成熟的 那党内未有一个很完整的形同 那去到什么时候才有呢 就去到一九三九年 当时还在延安 那当时的一些党办的报纸 《新华日报》那些报纸 就开始将这个七一作为共产党的诞辰 就开始铺天蓋地去刊登 那这个时间就可以说是确立了七一 但是后期呢 就是我们说真正去追溯这个七一 是不是党的成立日期呢 当然就不是了 这个纯粹是一个纪念性的日子 而什么时候才银别出 刚才我们说的7月23号呢 其实是去到1959年 就是《新中国》成立了之后 那由董必武 就是我们其中一位开国元老 他银别当时的中央党案馆 有一份文件就写着7月23号这个日期 其实就是一大的召开日期 那时候其实都还有人觉得 这个文件其实不是真确的 不过后来呢 去到80年的时候 就真正经过不同的考究 就真的确立了原来呢 当时其实是真的7月23号召开 那所以后期去到 定了这个党史的时候才写明 一大的召开日期 就是7月23号 直到8月2号 这样就作为第一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日期 明白 让我先问一些问题 那就是说 当时的执政党 是不是其实就是 就是等于是国民党 所以就成立了共产党 去推翻那时候的国民党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其实呢本身两者呢 就不是说存在推翻与不推翻的这个关系 我刚才本身想起就是 最后可以讲讲这个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对于共产党来说 是不是因为共产党很厉害 所以他才成功呢 其实都不是的 就是你要看看你的对手是什么人 就是当然他自己有自己个人之处 但是他的对手也都有失败的地方 那当时其实两者之间呢 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军阀割据 国民党呢本身就是孙中山创立的时候 就是同盟会的时候呢 后来就讲三民主义啦 民族民权民生啦 其实他本身这个主义呢是好的 那但是呢奈何呢 就是在孙中山过世之后呢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人呢 就是蔣介石呢 其实他就没有真是去遵从这个三民主义 他主要联系的呢 都是一些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啦 尤其是上海啦 所以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 国民党曾经有在上海 曾经出现过这个黄金十年呢 其实因为他主要联系的是一些有钱的人 有钱的人去支持他之下呢 他可以有更大的经济的发展 所以城市当中他有一个很稳固的控制权 但是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呢 在那个年代呢 其实大家之中是有很多交集的 尤其在孙中山在世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会促成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呢 当时其实孙中山都知道自己需要资源 所以当时为什么会出现联俄容共呢 我们历史讲的 就是联合这个苏联 接着就可以容许共产党 以个人身份参与国民党 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说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一些元老级的人物呢 都很多从黄武军校出来 但是黄武军校的全名呢 就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学校嘛 其实是国民党的 但是为什么有共产党的人在里面呢 甚至乎周恩来总理是做过这个黄武军校的政治部 开始做副主任 后来直接做主任呢 其实就是在那个历史时间当中呢 允许共产党员去参与 而且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呢 国民党呢也都有很多进步的地方 因为其实它也仿效了 就是苏联的模式呢 去治理它的党的 因为其实它原本叫同盟会啦 同盟会就是由不同的革命会呢 就是那些什么华卿会啊 卿中会啊等等呢 去组成的嘛 那组成之后其实大家 虽然说我们都是想去破除以往的那些封建制度啦 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啦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理念呢 或者那个政治的实践 其实大家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的 本身大家都是各自有不同的山头 各自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 在第一次的国共合作当中呢 其实两者之间是有互相学习的 那奈何就是之后当中 国民党里面有分开两派啦 那左派呢 就是相对来说叫做靠近共产党的一派啦 当中就是以廖仲凯为一个代表啦 但是后来就被刺杀啦 那所以国民党就全面变成右倾 那就是右派当权 那所以就开始绕共啦 那这个也是后来为什么会有第一次的绕共的活动啦 那我有个问题啊 经常听说延安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据点 还有有一句说话叫声声之火可以燎原 那是不是都是出自在那个地方呢 这件事又是怎么样呢 其实延安呢 这个就是涉及我准备讲的第二个topic 有关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讲究竟这一百年当中呢 共产党是不是没有犯过错呢 那当然就不是啦 一个政党是没有什么可能 就是人也没有可能没有犯过错啦 就是我们自己都知道 你小时候怎么都会做过一些错事的 那样的 当时呢 就是声声之火可以燎原呢 其实就没有去到延安的 当时来讲其实呢 应该是1930年代 毛泽东上了井江山 胜利汇斯之后这段时间呢 他去讲的这句说话 那当时来讲呢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这个就和我们讲 这个共产党曾经犯过的错误有关了 那我们说呢 如果讲共产党犯过错误呢 一共呢可以讲有四次啦 有些人说可以讲五次啦 我们看一下他犯过什么错误当中 又为什么他可以糾正过来啦 那其实第一次的错误呢 就是可以讲是大革命的失败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和刚才我们讲到的 第一次的国共合作有关 那第一次国共合作 大家知道他联手合作呢 就开展了北伐战争 那就去清除那些不同的军阀啦 那样 但是呢 这场革命呢 就是这场北伐战争呢 打到如火如荼的时间呢 去到1927年呢 突然间 当时国民党的领导人呢 就是蒋介石啊 和这个汪精卫呢 就相继发动剿共 那时候呢 根据当时中共是六大 因为去到1927年嘛 那第六大的统计来讲呢 由1927年3月呢 去到1928年 大概上半年左右呢 应该有二万多个共产党员呢 是遭到屠杀的 就是在这一场的剿共当中 那所以其实这一下子呢 二万多人死了呢 那就令到很多不同地方 原本它慢慢建立的一些 党组织啦 开始打散 因为开头的共产党建立的时间 就是由不同地方 有一些共产主义小组啦 那后来就开始成立中国共产党啦 那党呢 就开始不同地方 建立自己不同的支部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就不同地方的一些 小的支部啦 和小的党的组织都没有了 那所以令到党员的人数呢 在那一次里面呢 就一下子就由六万呢 就跌到剩下一万 那其实那时候共产党的失败在哪里呢 我们刚才说过一下 好了 那到底穆sir有什么看法呢 下集回来继续会有精彩的内容 不想等 又或者想听原汁原味版本的朋友 可以去回衝出来播的播放列表 找回2021年7月2日的直播看回 想听更多穆sir制作的讲历史影片 可以去回YouTube 搜寻穆家俊穆sir 去订阅他的频道收睇 对于节目内容 有不同见解的网友欢迎留言聊聊天 但是记住 做过文明的网友 注意延迟 想在直播节目 又或者通过录音 在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资讯的话 不妨通过画面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 今天要说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了 现在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的按钮 让大家去之前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